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 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我代表朝鲜政府 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 在国际社会上 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吗 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 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啊 但是现在美国人查进来了 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 把美国人给赶出去 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 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 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 南朝鲜军队 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哪 按照现在的情况 在战术上 我建议金日成手下 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 牵制敌人北进 主席的话 我回去后一定转大 毛主席 这是金日成首相 给您的亲密信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 直接出动 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主席 诸位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 主席来电要求我们 要做好部署工作 随时准备出征 美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 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 那这是时间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邓斯领员 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 目前吉安 长殿河口 安东 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 咱们了解的情况 美军也一定很清楚 他们很有可能 炸毁现有的桥梁 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与未然 还得去鸭鲁江 把情况摸得更清楚 看看有什么地方 具备驾驶服效的条件 双管齐下 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强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 咱们再请高收集配合 动员鸭鲁江沿岸的百姓支援 有船的捐船 无船的扎牌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 那是八线过矮各显神通啊 总之 我们就是要严格地 按照主席的要求 在十月十号之前 必须做好一切 杜将的准备 现在做好的准备工作 我回来之后啊 立即研究一下 朝鲜的战局情况 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是 我要的美军编队情况 报告参谋长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告参谋 拿过 是 来 这会儿吧 作战处的前级准备工作 非常重要 三个渡口 一定要摸清楚情况 越详细越好 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 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 那么 亚禄江 河段 哪一块水最浅 适合架 都要搞明白 比如说 长殿河口 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 总之呢 所有的事情 都要计划在前面 明白吗 明白 团队长 我已经通知了公民团的通知 马上就去长殿河口 进行实地勘察 这样最好 去吧 是 老马 到 列长 这些同志 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 现在归你领导了 啥意思啊 意思就是十五分钟 立刻收拾行李 跟我走 妈呀 我正要上茅房呢 你这十五分钟我拉不完呢 拉什么拉 过来 是 师父 这从全军旅挑选优秀驾驶员 执行重要任务 要说开车 我都是您徒弟 您不去谁去 非得我去吗 我倒是想去 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 赶紧去速食收拾行李吧 收拾啥呀 就在车上呢 为啥 该过江了 没几天 真的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要爆炸了 你想 杀进 雷长 咱们今天 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 这项任务 非常艰巨 但也非常的光荣 首先 要思想好 政治上过硬 其次 要胆大心细 不怕飞机轰炸 驾驶技术要好 反排 接下来的训练任务 有这么几项 第一 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 大汽车的要撑起来 因为冬天啊 马上就到 一旦双冻结冰 前风挡完全看不见 所以啊 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 记住了吗 记住 第二 车棚子要放倒 这样啊 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 你别开玩笑 要是飞机飞到你眼目前才发现 那可就坏菜了 你就等着挨炸吧 第三 要当猫头鹰 什么是猫头鹰啊 就是黑夜能看得见 既要学会迅速避灯 躲避过往的车辆 还要啊 熟悉避大灯 开小灯 在崎岖山路上行驶 甚至啊 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 把车开得飞快 同志们 能做到吗 能 兄长 我讲完了 请您做指示 同志们 辛苦了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技术兵 我也指示不出什么 我今天来呢 是给大家鼓劲的 邓司令员呢 对我们的后勤工作 非常关心 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 你们要是出了问题 我们的后勤工作 什么都做不了了 刚才呢 当科长的话 我是听明白了 你们汽车兵 非常不容易啊 开汽车 怪可怜的 你看 你们这个汽车开的 前面没有挡着 后面没有折着 上面没有盖着 下面没有捂着 黑灯瞎火呢 还在满山遍野地跑着 遇到敌人的飞机 还在躲着 难哪 但是 越是在这种困境下 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 所以呢 我们平时 一定要抓紧训练 这样才保证 在战场上 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好了 我就不多说了 趁着天黑 我们大家 练起来吧 解释